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開市錦囊 我是林子彤 現在跟大家跟進歐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況 市場觀望美國星期四出爐的通脹數據 美股星期三做好 導致低開19點後反覆回升 美股段升勢加速最多曾經飆升過444點 標榜白指數一度升超過1% 再創即時的歷史新高 納指最多升大1.2% 破頂 納指和標榜白指數收市也再創新高 三大指數升幅超過1% 導致收市就報39,721點 升429點 標榜白指數收市升56點 收報5633點 納指就升218點 收報18,647點 在美國上市的港股與託證券做交普遍上升 會控制表現的收市升1.47% 騰訊升0.6% 阿里巴巴升1.51% 美團升0.97% 歐洲股市也是全線做好 梁敦富士100指數收市升53點 收報8,193點 凡南福特克指數收市升171點 收報18,407點 巴黎卡指數收市升64點 收報7573點 商品期貨方面 美國上星期原油庫存出乎預期減少344萬桶 市場原先預期會增加100萬桶 旗油調頭回升大約0.8% 收報每桶82.1美元 上升69美線 倫敦布拉利汽油上升42美線 收報每桶85.08美元 泰密金價 巴黎卡指數聯儲局不需要等到通脹降到2% 才減息 市場對減息預期升溫 金價上升 那日期今收報每盎司2379.7美元 上升16.2美元 升幅大約0.5% 最新的美元匯價港元7.81 日元161.646 歐元1.083 英國1.285 瑞士發行0.899 加元1.362 澳元0.675 紐西亞元0.608 美國國庫債券10年期賺收14.29 30年期賺收14.400 看看港股 恆指剛剛開始升153點 最新增17625點 國企指數升54點 最新增6306點 大肆成交61億多 海油昨天跌得比較急 今天又反彈 最新彈大約百分之日 22.35的水平 另外看看科技股 阿里巴巴暫時升大約百分之1.2 73.95 3690美團升大約百分之0.4 最新增115.5 700騰訊 都是靠穩 379.4的水平 有幫 好少少 升大約百分之2.5 最新增53.25 這次和大家先跟進到這裡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會見 擁財炎這個問題 差點提提提到你 現貨黃金賣入價2379.1美元 買出價2379.1美元 現時貨黃金賣入價2379.1美元 現貨黃金賣入價2379.1美元 買出價31.142美元 買出價31.342美元 以上資訊由耀材Money Inter提供